今天是9月28号 现在是上午的7点25分 马上就要开盘了 那么A股今天何去何从 今天会怎么走 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醒 大家看这是美股的走势 昨天马上美股是上瘾了高台跳水 尾盘往下刹 出现一个翻率的动作 那么今天A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 对后期市场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昨天大涨的那些板块 比如说新能源光伏 这些方向还能不能跟踪 有不少人在看 或说有不少人在说 新能源光伏等等 这些跌就是机会 后期还要大涨 那么这个方向还能不能追 如果大家对当前的盘面 看不懂的仔细听 这里提醒大家 一旦方向做对了 那么你的风险会非常的大 我们来看 A股在昨天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反弹 其实究其原因还是跌的太多了 对吧 还有个就是什么 上面放出了一个消息 金融稳定基金 原始资金的一个积累 已经初步完成 那就是说这个位置 如果你再跌 我可以去抄底 我可以去护盘 其实就这么回事 那我认为这里 就是一个抄跌反弹 不会存在大幅度进攻的预期 所以这里大家要注意 这就是什么下跌过程中的一个抵抗性反抽 反抽后任何处于震荡 或者属于一个小幅度的一个拉伸的状态 不会出现大幅度进攻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很多人昨天一涨 马上就说了 500点的大反弹 甚至还有人说 这一次就中到4000点 我就在想 前期段时间大跌的时候 大家都看摔 突然一下涨了 怎么又看好了呢 其实这里大家要注意 不要轻易的去什么 去说大涨 冲到3000点 冲到3500点 冲到4000点 其实这里不太现实 我看好它后期震荡其稳 震荡走高 但是大涨难度很大 所以大家千万要忍住手 盘中急拉急冲 不要去追高 那么美股的一个大跳水 对A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影响不会很大 今天就算来一个低开 对吧 也有冲高预期 我昨天重点分析后 冲高后 大家记住 看能不能放出量能 如果没有放出量能的话 大概率 今天如果出现急拉急冲的话 这一轮的反抽就宣告结束 强势一点 如果放出量能的话 可能会延续到明天 所以大家要把握好时间节点 追高一定要考 要注意入场的时机 好 这里我们说重点 什么重点呢 就是昨天上涨后 一些前期的人气板块 龙头板块 核心板块 比如说光伏 还有新能源车 对吧 出现强势的上涨 包括储能 有些人就在说 光伏这个方向 要大涨了 光伏这个方向调整结束了 光伏这个方向 又迎来一个新的机会 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事 光伏之所以会出现调整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好 我们来看 从27091这一点到这里3718 我们看一下它涨了多少 2100 这里算2100 这里叫3700 其实它涨了1600点 对不对 涨1600点 超过1600点 1600点 相比起前面低分伤 低点 大家看一下 大概涨了80点上下 80点上上 那么指数涨了80点 我想问一下个股涨多少 发发是算小意思 发几倍的都有 好 这一轮上涨的过程中 出现很多的光伏的流股 腰股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 从3700这个例子 到现在3100 好 跌了多少 600 600点 对不对 600点的话 它跌幅是多少 十几个点 十几个点 所以20个点不到 我想问你 你觉得便宜了吗 其实它根本就没回调到位 对不对 涨了80个点上下 只回调了十几个点 你想想20个点都不到 你觉得现在回调到位了吗 所以 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看了这里连续几天震荡 你认为期稳了 如果带出去一个急了 对吧 马上冲高 你就认为新一轮的周期要来了 新一轮的大涨要来了 那么你去追哥的话 很容易再次在三岗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光伏并不是说它没有机会 有机会 但是现在机会不好 现在我回答刚才大家的一个问题 这一天光伏出现一个拐点 对吧 出现一个放量的大跌 放量大跌 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吗 其实跟上面高层的一个发声有关 上面高层说了 光伏不能盲目的投资 光伏不能盲目的涨向 光伏不能盲目的扩张 说白了就是说要有计划 什么不能快速的去扩张 价格也不能暴涨 控制它的节奏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上面不要涨 对不对 所以后期光伏可能存在大机会 但是近期仍然处于一个风险当中 那昨天强势的那些个股 大家尤其是核心个股 大家可以跟踪 但是跟风的那些票 大家千万人揉手 去追高的话 容易什么冲高回头 或者高开低走 再次让你在山岗上吹风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除了光伏 新能源 汽车 这个是前期的一个主线 最近利好不断 销量大增 反正各种各样的利好 对吧 说白了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高位要处理好 大家看它是不是一个历史的高位附近 这个位置为什么利好不断 其实就是向大家去什么 去进攻的 大家去接盘的 对不对 那么新能源车 这个位置你说低吗 其实也不低 对吧 从1768 到这里37070 它涨多少 1300点 1300点 大家看一下 也涨了60到70 对吧 也涨了六七十个点 整个的幅度来看 个股很多也出去发 上次发几倍的 我们来看 它现在从3070到2545 跌了500点 也只跌了十几个点 你说这个位置回调到位了吗 我们来看 它在这里仍然属于一个下行的状态 这里震了后 再次往下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 去做一个进场 入场 那随时都有可能命令的大杀跌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 一旦出现这个大银棒杀跌 你是不是高位站稿了 你是不是右接盘了 还有就是新能源车在这里杀跌 连续银棒杀跌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其实这里杀主要是因为 林德时代的一个杀跌 其实林德时代包括比亚迪一个杀跌 把整个板块带下来了 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林德时代与比亚迪的一个走势 大家看林德时代 这是林德时代近期的一个走势 从技术方面来说 林德时代有点起稳的走势 对吧 他前期这里答应把杀跌以后 一路下措 把整个指数带来下来 但是通过这几天走势 感觉这里是起稳了 很多人说林德时代起稳 新能源车要进攻了 但我觉得不见了 这里虽然说连续出现震荡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什么平台震荡 这个位置还不一定能顶得住 不排除再次出现英镑杀跌的可能 大家看 这是前期的一个调整低点 这个调整低点 如果说这个位置顶不住 再次杀下来的话 它的空间是不是会打开 下行的空间是不是会打开 下面的一个支撑位置 下面的支撑位置就到了这个位置 这位置是多少 287 现在多少 429 调整的幅度和空间 还是非常之大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 它一旦出现这种走势的话 大家看一下 从最高的692到287 想想这个跌幅多大 超过了一半 超过了一半 对于接下来的走势 所以大家在参与的时候 还是要凭谨慎 这里的话 林德时代的走势 并没有有效的站稳 所以说随时都有可能跌破 在一个小平台 再次往下刹 它如果再次跌破往下刹的话 是不是会对整个行业 形成一个大的压制 所以对于新能源车 相关的一些赛大板块 波波器车芯片等等 这些方向 处于一个暴涨阶段 它的一个调整 不要认为这就是机会 很多人说 一个新的主线调整 一个新的主线前期暴涨 对不对 比如说西洋行动车 任何时候出现一个低点的调整 就是给你机会 其实你不会这么认为 它的一个趋势 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大家仔细看 这个就知道 对不对 微型反转 微型反转 反转它又开始往下走 它会不会出现正向走 实在 完全是有这可能性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处于一个微型当中 当然你不说不能参与 短期反弹的话 就说快进快出 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快进快出 你只限于前排的核心的龙头的 大家听明白没有 还有 大家看 昨天强势的一个方向 这里是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贬值 说真的 你说它会持续贬值吗 这个真说不好 这个跟上面光层 你也有一定的关系 高层说不定放出什么一个重磅 对吧 马上就反转了 所以像这种方向的话 大家也只能是快进快出 想成为主线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在追踪的时候 一定要拼谨慎 这里稍微要留意的是什么 大家要注意的是 电子商务 随着双11的临近 随着国庆的一个临近 所以电子商务这个方向 大家是需要重视 这里反倒有机会 走出一波强劲的反弹 对于这个方向 大家是后期需要重点留意的 首先它本身的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对吧 这里出现反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一旦它突破前期的压力位 走出一个强反弹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的行情来看 消费目前表现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另外一个我们在看电子商务的时候 大家也看一下新零售 也是大家值得重点留意的 为什么 大家仔细看 新零售这个位置 昨天是出现了一个放 一个缩量的一个大阳线 其实我在前面 跟大家说过这个事 往往一轮下 一轮新周期开始 需要中大阳 需要放量 这个唯一的量能差一点 如果昨天放出了一个量能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什么新一轮的周期 但是随着11的临近 以及双11临近 所以大家要注意新零售等消费板块 包括刚才说的电子商务 可能会赢得一个机会 短线的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前盘核心 龙头票的一个表现 新零售 昨天是有多支票涨情 但是从这些涨情的票来看 其实很多都是所谓手版的 对不对 今天很重要 今天很重要 看有没有出现连板的票 有没有出现连续走强的票 如果这些涨情票里面 有谁晋级的 有谁连续走强的 那我觉得反而大家需要重点留意和跟踪 它有可能是这一轮核心与龙头 带起整个板块 走出一个强劲的一个反弹 那么赚钱效应可能会什么 会比较突出 这是大家需要重点留意和关注的一个方向 好 这期的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